台九線17.15 和平國車站過來一點 往南方向 那個跑車自撞 黃色跑車車身倾斜45度 左側兩顆輪胎都卡在邊坡處 動彈不得 走近一看是一輛保時捷 18號晚上6點左右 35歲的高姓男子 駕駛百彎保時捷 疑似天雲路滑在過大彎時 失控打滑自撞衝下邊坡 員警也在周圍擺上三角錐 就怕其他用路人撞上釀成更多事故 檢測駕駛人的酒車值 為0.00 並沒有9號駕車的情形 駕駛毫髮無傷 而其實這輛愛車來頭可不小 低沉渾厚的引擎聲 讓不少車迷取直若霧 這輛保時捷新車價400多萬元 急速可達每小時304公里 從禁止加速到每小時100公里 只需要4.7秒 除了台九線發生跑車自撞意外 舊蘇花公路也有隨時掉落 遠景徐落發現趕緊下車 徒手搬起石塊 將路面清理乾淨 時刻重達30到40公斤的落石 佔滿西巷車道 蘇花公路才發生遊覽車撞山事故 這兩天降雨增加天雲路滑落石平川 民眾走上蘇花 可要多加留意車礦及路礦 記者劉極嬌菜山花臉採訪報導 最後的一天降雨增加緊下車 大陸最新的《雷尾公園事業》 小便宅需求 小便宅製作伊末公園祥米花公園 小便宅製作伊末公園 小便宇人為許可達必備 小便宇人為按照 小便宇製作伊末公園貴 小便宇製作伊末公園貴 大陸貴